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来自李庆和陈信玲的一盘对局 对这两个对手你了解不 应该是很了解了 今年的这个女甲联赛已经是第七届了 还是在这个广东乐昌举办 然后也是这个七届应该说是出现了不少年轻的棋手 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来自洪方的江苏队的李庆大师 他原本是来自辽宁 也是一个在18年个人赛的时候 就曾获得过个人赛第五名的好成绩 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一个 也算是江苏队重点培养的一个年轻棋手 非常有冲劲的一个年轻的 未来很有希望的一个棋手 然后黑方陈信玲特大 他也是在15年的时候 好像是也是获得了这个女子格人赛的冠军 成为这个新的一个女子全冠军起手 这盘棋呢也是本届联赛的最后一轮对局 双方也是为了最后的名次而战 红方呢是李庆呢 李庆啊 这里红方第二部呢 就可能选择了一个兵七进一 在这个时候我们啊 通常都是平炮跳马嘛 为什么李庆走兵七进一 他是不是就喜欢这时候走兵七进一呢 对李庆呢 他呢可能 我看他以往的对局吧 可能是喜欢先手走这个中炮进七兵 然后以后走横距的一个系列 横距七路马的这么一系列的部局 而且呢他也曾在个人赛上呢 战胜了这个黑龙江的大姐大 王林纳特大 也是一战成名 对 也是让我们很关注的一个年轻棋手 所以说呢他第二部就走了兵七进一 是想把棋局导入自己这个轨道里 对 这样呢他就防止了 比如说马二进三 人家有可能会逐三进一 对对 就是可能不让他选择这个 近七兵的一个部局系列 对是 第二部就有意走向自己的部局了 兵七进一 这部棋啊 黑方走的也挺有意思 走了个炮二平三 是啊 这期以往都是要不就足七进一 或者居九平八 形成平风马为多 这个时候又走个炮二平三 讲特这期是不是有点像 森主路也可以转化 对啊 森主路对足底炮 是 然后胡方环中炮 黑方走了一个马八进七 对 这时候我就想问你了 以你对性灵特大的了解 这部棋 他以前如果应对这个红居七路马 是走这种吗 还是居九平八出来 还是特意为了李庆 走这个足底炮给勾上呢 我觉得这一盘棋呢 应该是陈特大 是有备而来的 因为以往呢 他可能下棋呢 更讲究这个排兵布阵吧 更工整一些 而且呢 陈森林特大也是熟读兵书啊 一般是足七进一 或者居有平八居多 而且呢 他的布局也非常娴熟 但是呢 就是因为李庆特大师呢 他这个横居七路马布局 下得非常的好啊 所以说引起了关注 所以黑帮这时候 特意选择了一个 炮二平三的棋 对 唐特这时候呢 也说出我们起手一个心理啊 有的时候我们下棋 采取的策略是这样啊 宁愿让对方很不熟 哪怕自己对这个局面啊 可能也平时走得很少 但是我为了让对方很不熟 我就今天 就是走一个冷屁的布局了 这叫做知己之彼 对 这样子 然后赛前呢 要关注对方的这个棋局 对 同时呢 也要出棋之胜吧 对 就走一个冷屁的一个开局 对 可能会达到出乎意料的一个效果 是 实在呢 红方是下了马八进七啊 好像是起到了一点效果 这个棋啊 红方如果按棋力来说 还是跳马二进三比较好 你比如说竹三进一的话 对 这时候在竹三进一 红方可以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 你要再竹三进一 我可以居一平二 过一会儿呢 我通过居二进四 再把你抓回来 这个棋红方应该说 还是能占点先手的 对 等于说有点像先止路 其中的一路边 对 是的 可能还是红方占据一点主动 对 但是呢 要是走到先竹路 那个系列变化 可能红方这个李庆大师 毕竟一个年轻起手 对这变化不是特别了解 对 所以是他索性啊 就直接马八进一跳嘛 我们刚才说了 李庆啊 这个是比较年轻 有冲劲的 现在他就想把马跳上来 这个变化激烈 所以他就选择这一路了 是的 然后黑方呢 也是直接啊 选择了一个足三进一 冲兵 红方上来也不能牵弃子 对啊 马七进六 然后黑方 黑方再冲掉 然后再马六进四 这个时候踩中足没什么用啊 踩中足的话 黑方可以简单地飞向就行了 向三进五吧 向三进五飞向 飞向 因为红方的马跳了很多步 这个才吃得了一个足 接下来如果换炮的话 那黑方马顺势就上来了 对 而不换的话 黑方跪划 然后自己是个弱马 把我们这个好马给换掉 对 在步数上呢 红方啊 这个得不偿失 对 这个马呢 所以说要走一个 河口这个位置 马六进四 跳马 那黑方可能也得相当于飞向 也得飞向 红方呢 这时候是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嗯 黑方是走了一个 黑方这时候 直接下了一个马二进四 他可能也是怕红方 马四进六 在马六进七这个 马六退七 吃回来这样 把这个冰吃回来 所以直接马二进四 跳了一个 对 直接马二进四 嗯 这个棋是不是也可以 足七进一好像更好 我们可以演变一下 对 足七进一就让你吃 你虽然 那我正好马四进一跳 那他就马二进四 马二进四一跳 是吧 那我是不是把冰吃回来 吃回来 这个棋啊 还是我先居平啊 这个先手 居平啊 他是不是马七进了 或者就居九平吧 嗯 重要的是 我认为啊 这个棋你马跳了这么多步 吃回来 不见得好 他就走个居一平二 也行 居一平二两居 嗯 过一会儿 他最差的还马 项五进三都把你 都打回去 等于项五进三 可以把红帮这个 很好的相肩马给换掉 对 所以说红帮可能 在部署上吃亏 吃亏 就是一步两步 三步四步五步 对 所以说这个布局 可能黑方 真的是取得了满意的 这个 对 这个局势 是的 那我们看一下实战 实战 黑方呢 也没有走这个足七进一 对 逼迫红帮做选择 对 黑方就是马二进四 马二进四 就像保住那个足 这样一 对 那红帮是 居一平二 一抓 黑方是走了一个 居九平八 居九平八 这个你得保 红帮是下了一个 居二进四 对 居二进四 然后这里黑方 选择了一个 足七进一 这个是不是 稍微有点变化 对 有点变化了 其实在这时候 红帮就可以 马四进三踩掉了 因为我这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你踩掉 打掉 打掉这时候 我甚至可以 不吃你那个足 不吃这个足 因为我这时候 已经把你这里 给吊上了 等于说 居泡无根的一个问题 对 是的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走 居九进一 之类的 直接长起来 这里无根拉住了 应该对黑方 有一些压力 那等于说 黑方虽然过河一个 过河冰 但是红帮 这个二路居的威力很大 对 是的 那这个棋讲的 是不是 红帮还是有一定的先手 对 红帮还是有一定先手 等于这边居泡的问题 好像一时半会儿 解决不了 对 是的 那看来这个布局上 这个刺激也很重要 对 这盘棋 黑方这个出棋 出棋不易的走法 取得了效果 但是这个次序 好像有点不严谨 是的 他可能应该先足旗进一 就像刚才说的 先把这个马赶走 是的 然后这样 泡在这个位置 但现在足旗进一呢 红帮一应该马四进三 对 红帮就不再马四进六了 因为马四进六这个棋 就像刚才说的 太费部署了 对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这个李沁大师 可能还是觉得 我这个马 这个位置好 对 有时候下棋 就觉得一个好的位置 不愿意换它一个弱马 对 这么好的个位置 我肯定要奔我槽去跳 另外他不甘心部署吃亏 你看他一二三四 跳四步 跟他跳一步的马换掉 对 他感觉不肯 但是可能有时候 就是这个根据形式来确定吧 对 有时候我们觉得浪费部署 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骑行 骑的这个形式变化 可能比你的招法部署更重要 对 所以说这个形式判断这一点 这个不管是预判力 形式判断 计算力这些 都是在我们学习相机中 可以不断去这个提高 去这个学习的 就从这么布局这么两步 这个微妙的这个变化 对 是的 跳过去之后呢 这个心灵特大师 拘一平二抓了 对 拘一平二 这时候他非常大度了 这个足就给你了 李清可能感觉 踩回来就部署走太多了 对 他先走了一个 泡八平六 这是一个先手 对 攻击马 这时候黑方好像下来步好奇 马七进六 对 他直接跳马 马七进六 他跟你换 你要打了 他就马六推四 等于那这样子的这个 无根拘炮就不用担心了 对 因为他是弹子炮 对 实际呢 红方是下了一个 G二平七是吧 对 他G二平七 这步好像不好 在这时候 还只能把这个 相肩马保护 可能还得这个 马六推七回来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另外这样踩回来 至少我这片还吊着你呢 那黑方可能会不会 迅速我就索性把足气了 那我就G二平三 然后他再泡八平七 或平六 对 这样呢 黑方肯定是满意的 因为他的所有大子 都已经出来了 但是红方呢 至少我有个相见嘛 这个 在这条线上 子力位置还不错 是吧 对 等于说双方 如果要这么下的话 就也是一个 互产的一个局面 对 双方子力都开放 但是红方这个G 暂时没出来 对 等于这样子下 可能是黑方返先的一个 是 黑方也会返先 但是战线还很漫长 对 那这里我们可能再看一下实战 对 就是红方没有选择马吃兵 对 他选择了 其实他的招法也很巧妙 他拿G来吃 G来吃 我们来看一下 那黑方肯定是登掉了 对 你这个马挑了这么多步 赶紧吃掉 对 然后红方再去 去其评流 对 从这几步我来看 我感觉李庆 我不知道判断的对不对 他肯定是一位 计算力不错的棋手 对 是吧 所以他的棋 我看 我追求的是计算 对棋行的感觉 不是太重要 可能在棋行上的把握吧 对于您棋手 还是要多去学习 理解的吧 但是他的计算力很强 而且他李庆 我觉得也是 善于攻杀的一个棋 尤其他经常走 中炮进七兵 这个横拘七路马 这个布局 下了好几盘 这个精彩的一个对局 是 这个棋 他也是希望 保持复杂可能 对 而且对黑方的两个马 进行打击 对 这个时候确实 对黑方是个考验了 肯定是要忌讳一个 但忌讳一个 黑方 这个接下来 想导扬什么样的局面 就很关键 对黑方的选择 其实蛮多的 蛮多非常多 靠三平四可能也有 马四进二 马四进二 是吧 后马四进二 对 都是选择 是吧 这个时候就怎么选择 比较关键 我感觉 心灵特达在这时候 就体现出 你们女子全国冠军的水平了 我感觉他选择非常好 这部棋 他是走了一个马四退二 是吧 对 他走了一个 马四退二 前马四退二 这么走 这么气回去 他这个什么意图 我们可以后面看一看 对 红方是选择了炮六进六 的打马 对 红方就是用马 用炮来吃马 吃马 对 那就是这个局面下 我们来看一下 对 黑方为什么要把马这么推 这么绕回去 是的 那这个中局战斗 接下来会怎样呢 骑民朋友们稍事休息 马上给您带来精彩的局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 女甲联赛的精彩队局 那这里呢 陈信林特达呢 通过运马 成功把自己的马 运到了一个视角 向尖的位置 对 这种运马方法 我也学到了不少 我刚才还纳门 他这个棋 为什么要把马回去 对 原来他是要跳到 向尖马 向尖马呢 在我们马位当中 是最好的一种了 他是进可攻 防可守 你看这时候非常铁 他既有向保护着他 他自己有保护着足 非常稳 而进攻呢 马三千二这一角 大家都看到了吧 非常的厉害 对 这个进攻这个 卧槽马的一个好位置 是 所以红帮也无奈 就后面一直就是想 把这个马给赶走 对 他走了一个泡流平期 如果这个马赶不走 那么黑方就是优势 他必须赶走他 是的 然后黑方就是泡三平四 不让你交换 然后红帮 居酒精二 这个把最弱的居给开出来 然后黑方走了一个泡八平七 泡八平七 瞄着他的七路 瞄着红帮的三路 同时呢 准备居八进六 居八平七吃进去 是的 那红帮也无奈 就想 就走了一个居六进一 对 就继续想赶这个马 是的 想这个打中兵一将 来吃马 对 黑方是选择了 四四进五 稳健 对 这部棋我感觉 居二进三更好 可能先掌去保住 也不用担心他将军 将我就知识 这个 你泡七瓶酒 那是孤泡深入 没有这个居配合 对 这个子力都在家里 一个炮在人家 进攻方 没有什么作用 对 是的 所以说呢 掌居可能更严谨一些 对 他实际上不是手势 红帮是选择了兵五金 这时候我感觉 红帮应该抓住机会 赶紧炮打中组 赶紧就给他吃掉算了 对 赶紧吃掉 居八进三桌的话就 居六平七吃马 把马交换 对 那等于说这棋 也是红帮位置好 但是说离 取胜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对 虽然黑方位置好一点 但是毕竟红帮压力 减轻了许多 我感觉黑方这个马 是最厉害的 对 一定要给换掉 但后来也是 本局很关键的 这么一个位置的马 对 他没有选择这个吃中肢 但我通过这步棋 我发现 可能李青 是不是很喜欢 大字都集结在一起的下方 他可能喜欢那种 复杂 保持复杂的 保持复杂的 他想保留子力 他走一个兵五金一 可能他也是想着 我下部打兵 对 然后G8进三猪 我就可以兵五金破兵了 对 就是保留我中炮的威力 而且你现在也不能充足 你充足的话 我可能给你吃掉 你吃掉 我再打足 再打足 对 G吃着马 这个G我吃着炮 对 黑方还是一个 很有想法的棋手 对 所以这时候 心灵特达不给机会了 对 G2进三 这么走 黑方走G2进三 保兵了 保住 保住应该说 这个棋 黑方又进入一个 非常扎实的地步 是吧 他各个子力 子子有根 连在一起 对红方来说 就很难受 现在这个局面 还是说黑方优势的 可能对棋行 或者说局面的认识吧 陈锦麟特达 可能要比李信达 是要更生一筹 更生一筹 对 他也是掌握了 这个棋的要点 对 把自己的防守都非常好 对 那红方可能继续冲中兵 对 红方也受不了了 只能是突破 强行拼一把 对 然后当然这种不能吃足 人家马三斤四登居 这个马四进三又抽出这个局 对 所以说红方继续 炮七退一 对 也是想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 炮打中向 对 再吃马 有没有一些偷袭的机会 对 然后那黑方肯定只能马上这样跳 那红方在居九平八先顶住 对 下一步可能退居捉马了 对 在这时候 唐灵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李庆是不是属于那种计算力 比较强的棋刷 对 我看刚才的棋 走的都是逼迫着黑方走 对 李庆呢 他是善于攻杀 计算力也很强 也是这个年轻棋手里的 这个非常优秀的一位 对 是 所以说他这个棋看出来没有 他不管是在这个局面烈士的情况下 还是选择都逼着你走 非常的积极下起来 是 那他准备要围攻黑方的二路马 对 那黑方怎么办呢 黑方走了一个居八进三 对 实战是长了一个居 长了一个居八进三 他也不怕你吃足 吃足 可能过居捉这个炮 捉炮 然后吃底巷 对 而且这个棋好像可能 红方也不敢着急打两相 打两相因为后续子力跟不上 对 我们所谓炮换双相的时候 都得后续子力跟上的时候才能换 是的 尤其这个八路区被封锁住 对 显然这时候不能打相 对 他就把炮回来了 李庆推炮 我估计这时候都还是在 李庆刚才弃兵的计划范围之内 是吗 然后红方推跑 黑方组武进一 心灵特大 我感觉在女子当中 我通过看这番棋 就发现他可能属于大局观比较强的了 对 在这时候他看到这个马要被换 他也无所谓了 我就保留这个宗族占优了 对 陈特大是非常用功的一个棋手 而且他不只是这个布局方面非常娴熟 而且他中局也是非常的 有些这个局面下他有控盘非常强 所以说他这个能够不怕你换子 我就牢牢把这个局面给控制住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 当你这个平炮打马的时候 正好炮四平二保住 我不怕你交换 因为你的三路马也是弱马 那红方没办法 红方可能得先向他进行飞个边向 是的 他如果直接打 他是炮二进四 过后还有炮二平五摆中间将 抽居得起 不只有平五 还有足齐进一的走法 这么多进攻方法 怪不得他只能是先防一步 这个看看你黑方下什么 暂时我好像感觉 还是把你大子吊住 也没有输呀 是的 当然这里就是显现出陈特大的特点了 他总是 能够很好的把握这局面 他走了一个马二推四 要交换大子 在优势局面下 或者是多子的情况下 尽量地简化局面 对 其实齐友们 这个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在优势下怎么样简化到圣势 有的时候哪怕我们大子换一些 进攻子力减少一点 但能变成圣势就够了 这个是我们齐友们值得学习的 当我们如果学会简化 那么我们的水平其实就是提升了 对 从一个优势局面 转化成圣势局面 对 所以这里就可以学习一下 马二推四 马二推四 那只能交换 交换 就把G对掉 对掉之后 这个炮也不能再换 再换的话 这个马炮位置太弱 对 所以索性走个炮八平五 那黑方继续贯彻 简明的一个走法 其实这时候 可能有一些G二进四 都非常复杂 对 进G 也是很厉害的一个点 对 你要是打我兵 我正好帮你攻炮 你要落相的话 我这个炮还可以打兵 又是个闷杀 对 这可能是红方很难处理 对 可能心灵特达 我们刚才说了 基本功比较扎实 他感觉够赢了 他选择自己看清楚的就行 对 他直接进行一个交换 换掉 飞掉 他G二进三 是吧 G二进三 继续这个控盘 对 他也不担心你吃我的猪 然后你这样一吃 然后我继续 G二平七 G二平七压马 G二平七压马 那这个马 马三退二退一 人都G七平五捉刷 对 所以他索性走了一个马三退五 马三退五 马三退五的时候 黑方继续G七平五 那正好有个G六平五保住 这个是吧 你要不经意间吃我相 我可打你相一将 把G给偷了 对 但是呢 黑方有很好的棋 我们接下来看 黑方怎么控盘 对 黑方选择浸泡一僵 接僵 让他回向 对 只能回向 如果不回向 退马的话 吃相是一将了 先手 对 回向以后呢 黑方这时候很巧 他这个G也不动 我就拉住你G炮 对 他走了一个向五退三 这是本局获胜的一个关键点 对 是 就是继续牵制你G炮 这个阵型非常的巧妙 对 你这个G 你来回抽 我正好吃你炮 所以说他也只能这个 G五平三 对 他走了一个G五平三 只能换 如果不换的话 过一会儿被拉住这个问题 一直会解决不了 对 他G五平三 G五平三 那么黑方是炮七平五 对 黑方走了一个炮七平五 炮七平五 不被交换 炮七平五 你这也不能G三退一保住 人家正好G五平四是个杀棋 对 利用天地炮 所以他只能平时过来说 G三平八 想再交换 黑方走了一个炮二平一 G八退五 继续退局 他先炮二退一 炮一退一 你长局保住呢 然后他再走个炮一经营 先走个过门吧 对 看看红方的态度 对 这个时候黑方有选择的权利 对 然后红方退回来 然后黑方这时候就动手了 他想我能白吃你个象 我就够了 是 尤其是针对黑方这个窝心码做文章 然后打一浆 你吃掉 吃掉 然后G五退一 吃炮 对 当然你也可以吃个象 但是说黑方这个中炮 明显是震住了红方的这个窝心码 窝心码 对 弱势 然后他G七退三来吃足 对 然后黑方也是G五进一 这一段我们可以看个G炮的杀法 可以 学习一下G炮的杀法 G五 G七瓶酒吃足 然后黑方也是G五瓶酒 G五瓶酒 这是一江 这棋可能红方这个马 索性还不如马五退三回去 对 但是这棋肯定也不行 因为G九一吃象 他就吃象 过一会儿这个马也不好动 对 G炮足肯定能赢G马俩事 他走了一个马五进三 然后黑方实战呢 走了一个G九瓶七 G九瓶七 不过这棋很有意思 在这里其实我想跟G七 我们说一下 就是在我们象棋的古谱 就是这个梦入神迹中 有一局叫做弱贯称兵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古谱里呢 跟这个局面很相似的一个杀法 就是用G炮怎么去杀 这个G马的一个残局 然后当时呢 这个棋可以说是非常精彩 尤其是这个局面下 我们可以将军 可以这么将 对 你要不是我这么一将 丢马就丢了 丢马 那你只能把三退五回来 对 回马呢 我再G吃兵一将 你可能只能G九瓶五 这我G马被吊进去了 对 这个就是G马被吊住了 我们可以去往那个牌局 那个沙法去这个 异曲同工之妙 那我也学习一下 黑方走一个降五进一 对 先上一步向 那我回向呢 你只能回向了 没有起走了 对 我走个G一进一 你G一进一 我飞向呢 对 你只能补向 你也没有其他的走法 G一平五 弃鞠砍向 我天哪 还能走这个 你G吃足肯定不行 吃足我这个G炮 这个G一将 还把你去拉住了 你只能把我G吃掉 你吃掉的话 很简单 我就滚边足就行了 我就足有机器拱一个 拱边足 对 你这个G你G如果砍我炮 我是降五进一吃你 这个焖沙 你一下子就被焖沙了 对 但是你也没骑走 你只能去掌 对 你掌一步去 我就一直拱足 你拱 对 等于说我这个足 我可以畅通无足地 拱到这里 那我们可以去 我们摆一下 对 一直 能到这里 因为你只能来回洞居 我可以拱到这里 以后我一出降 这就是一个杰沙 这样 怪不得你刚才敬老将 原来是为了出老将 对 刚才那部商将 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就是为了我用酱 来保住炮 你拱砍炮 我可以酱五进一吃掉你 就是古谱里 有一个类似的沙法 就是可能跟这个极面很像 就是沙法 最终沙法就是弃拱砍像 那这盘旗也很精彩 能够跟古谱里面 那个相契合 那这个心灵特大 这个如果走到这样 那真的是创造千古名局了 对 那这个局面下 当然黑帮可能有多种沙法 所以黑帮没有选择 就是说 用这么精巧的走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实战 对 黑帮的沙法也很简密 对 黑帮是没有 他走了G9平7 对 就是这个局面下 刚才没有G9平5将 走的是G9平7 G9平7 那黑帮 那红帮可能只能马三退一了 对 只能退马 退马的话那黑帮很简密 他继续再一将 G7平5 你只能G4平5 对 不能G6平5 G6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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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G6平5 你只能电鞠 电鞠 刚才G6平5的话 有个底鞠将 所以得G4平5 对 然后他再G1平9关 这个相又吃了 对 把你相吃掉 那红帮一看没办法 我只能马一进三条 马一进三 对 马一退三过的话 吃相吃了 马一退三 我吃相 下部就把你马捉死了 对 是的 他只能马一进三 然后再吃相 吃相 然后这里呢 红帮 还不能退马 退马就又憋上了 没个动了 G9平2把马困死了 以后不是出将 就是杀棋 对 所以这级红帮也很无奈 走一个马三进五 黑帮下得也很好 黑帮这部棋呢 往里偷闲 先走了一个十六进五 真老练 对 非常老练的一部棋 它什么意思呢 它是下部准备 降五平六出来 出来你一落室 我可以G9平五一将 把你马吃掉 对对对 那我如果初帅的的话呢 对 它最后一部也是初帅 初帅 那初帅的话 黑帮很简单 G9平五 脱上了 继续把你这个牵制住 这部真的非常老练 对 他刚才如果不先知 是先走这个的话 我还可以G5进一 过后马五进七 对 就是这里有个细节 如果我不补试 我先占局 就他可以走G5 对 可以G5推一 你再补试的时候 我马五进七 可以跳上来了 我就不丢子了 对对对 当然马五进七的话 可以百区吃掉也赢 当然这个细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对 就是忙里偷闲 补这首试 当你这个初帅的时候 我就G9平五 G9平五 这个棋应该来讲 说是红方已经丢子了 对 那这个后面红方 也是很爽快的 就认负了 那么广东乐昌队 也是凭借了 最后一场的胜利 获得了本届女甲联赛的 第二名 其实这届联赛来讲 广东队跟我们 北京九重会队 一直是连续了 领头羊的阶段 当然最后我们 北京队九重会队 也是获得了冠军 也是祝贺比赛的 顺利成功 对对对 也恭喜广东队 也恭喜唐丹的北京队 对 我们北京队 好 谢谢其友们的关注 好 那其友们 我们下周再见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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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